- 抗战时期,日军攻城热币,浙江野鸡即可谓,西口是蒋介石的故乡, 敦不能落入日军之首,家居蒋介石的原配毛夫人不肯离乡,也需派军加以保护。 1939年10月,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驻同赵兰,九一军一九四师师长陈德法下令,一九四师进入凤化,以阻鼻吸进,确保西口和毛夫人的安全。 此时,日军第十四师团,一攻占了凤化县霞王庙一带,据西口这仅逝于李,并继续向前推进,西口微弱雷软, 陈德法立即率不前进,十月下旬,一九四师开始反击,几经泛勇战斗,终于夺回了几个山头,破衣后退于西口里消防尿之间,陈德法旋即采取纵深防御部署,挡住了日军的去路,日军进犯西口未遂,来决定用飞机轰炸。 11月2日下午,出动四驾绰号叫黑寡妇的轰炸机对西口实施轰炸,蒋家的丰号房高大华丽,十分醒目,成为只均重点轰炸的目标。 不一会儿,丰号房一带,就落下数十枚炸弹,软力四箭,血肉横飞,正在房内安歇的毛夫人听着轰炸声,慌忙从丰号房后门逃出,但走着路口又响起房门卫锁,便反身锁门。 结果,在走出路口时,一颗炸弹从天而降,轰隆一声巨响,炸中路口的围墙,墙壁突然轰倒,竟将毛夫人砸压在下面,毛夫人当即于命。 逐年56岁,由于日记轰炸猛烈,众乡亲都忙于逃命,谁也没注意到毛夫人的具象。 日记走后,西口镇镇长蒋立翔带人寻找毛夫人,找之天黑,人性无踪迹。 将镇长只是太严重,急忙向上风报告。 次日,凤化县县县长和阳之赶到西口,亲自发动民众在封号房一带残忍断地中查找。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少洪文报告,也派出秘书陶中林,乘一大轿车,从豪州昼夜间乘赶赴西口,代表圣政府组织寻找。 当日,夜幕降临时分,和阳烈县长在寻找中发现封号房弄口,处一堵岛墙有些隆起,叫人挖开宝笠,固然发现下面有人,最初发现的是一只胳膊,手腕带衣金拙,乡亲们认定,必是毛夫人无疑,但挖出遗体一看,正是毛夫人。 和现场立即派人致电向蒋经国报仓,蒋经国闻之恶号,一场震惊,当集成专机飞杭州,将西省政府主席熊世辉陪同前往,抵达杭州后,改成一黑色小轿车及吃西口。 蒋经国一紧封号房,就扶在母亲遗体上,嚎啕大哭,旁观情有莫不失声而泣,由于战事贫人,更衣毛夫人身份为妙,蒋经国没有为母亲举办正式葬礼,将她在葬于七生前念经的地方,磨合殿位于墓前树碑一座,上提携比毛太君之墓,在毛夫人的遇难处,蒋经国立一呆,上可奋笔提醒的四个大字, 已去洗血,建议明知多年之后,蒋经国对母亲之惨死,仍不能失怀,1945年11月2日,她发表的504小时一文中说,先母利难,自为于医生中最痛,心之事,且六年以来,既为安葬,为人责者既不能为先母利得业,又不能早日办妥,安葬大事,既可以为先母之心于酒泉之下也,深夜自行, 眼泪自通,这是后话,这毛夫人生前被蒋介石遗弃,与活寡妇无异,竟被日军黑寡妇飞机炸死,虽然很有戏剧性,但她的词可谓实属意外,更与住房奉化的1940师师长陈德法无关,可是,蒋介石父子却怪罪于陈德法,陈德法本是这间诸记人,本位蒋家所重,前程四锦, 1940年下,日军海之陆战队第三连队大军压境,向正海,要赛炮台,猛掠空击,成装载器挺偷袭登陆,抢占了制高点,陈德法指挥部队冒着敌机轰炸,扫射与日寇殊死拼搏, 他一直在距离最近的前线,甚至现场处决,了擅自后撤的军官,这场战斗十分残酷,从上午八十至下午四十,双方展开白人众搏击刺,阵地失而复得三四次,但是,陈德法还是击败了日军,次日,日军失败撤退, 在战斗中,日军烧将大军和狼狈击毙,遗求贫乡,越数切腹自杀,避伤近千人,击落日寄一架,而1940,阵亡军官十四名,士兵五百八十六名,众山军官四十四名,众山士兵五百三十六名, 陈德法指挥的正海战役,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,第一次获得海防战役的胜利,在中国的整个海防战争史上,也是一次重要的胜利,但是,一年前的毛夫人之死,犹如飞来恨火,殃及于他,不久,立下,大功的套法被把了管,从此试图不张,竟被发配去新疆,又攻反而被贬折,他对蒋氏父子,完全失望, 后来,他在新疆率不起,偷奔富产党,与蒋氏父子彻底决裂,新中国成立后,陈德法先后任解放军第九军副军长,第二十二兵团副参谋长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,回首当年那场无端获罪的往事,陈德法感慨的说,蒋氏父子一心未死,国民党腐败成风,丢了天下,不足为怪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